录营地规划指南终于预先推广 明年开始所有营地业者 必须遵守指南规定的六大原则 向地方政府申请执照 规划营地 一切以安全为重 政府也会启动为期两年的漂白计划 让不达标的业者 有足够的时间改善营地 尤其在危险地区的营地业者 更要汲取教训及时搬迁 为人如何各部门 还是可以针对这份指南 提出修改建议 当局会在修订后 再度提成立格讨论 历经雪兰儿巴东家里土崩悲剧 地方政府发展部出台 露营地规划指南 规定所有营地业者 明年开始必须遵守 指南产民的六大原则 才可以向地方政府申请执照 而这六项条件 寒阔露营地点的安全性 舒适永续理念 还要遵守法规 这里面制定了许多主要的六大原则 但是最重要的除了舒适 最重要就是安全 所谓安全至上 最宝贵的就是人命 所以我们这一次要确保说 这个整个指南里面 会去指定的地点的适合性 这个申请的程序 这个大概需要符合的条件 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帐篷 露营地的这个新级的这个规划等等 我们都进行了这个详细的探讨 地政部长尼克敏今天在霹雳仪宝DR公园 预先推荐露营地规划指南时强调 营地安全是指南的重中之重 当局不会允许业者在湍急的瀑布范围 或任何危险地带规划营地 建议业者向矿物及地质科学局寻求建议 这份由城乡策划局拟定的指南 昨天已经提成到内阁会议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和工程部 相继提出修改建议 部门修订后会再提成到内阁闯关 我们也会给业者充足的时间 去改善去提升 我们会给它两年的时间进行漂白计划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强调的就是 任何在危险地点设立露营地的业者们 就必须尽快的时间去搬迁 因为我们担心所谓前世不忘后世之时 非常重要必须吸取教训 才不会让悲剧重演 此外配合2024霹雳旅游年 地政部国家警官局和医保市政厅 将拨款75万令吉 在第二公园安装照明系统 打造不夜天打卡景点 同时预计 医保能够吸引800万名游客到访 鼓励更多投资者经营酒店 带动地方经济 无论